动作啊 对 刚才多打扫的这一下 直接 哇 一个斩负的Pico 非常潇洒 好 跳球成功 但是呢 四川队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小格阵容 但是它反击的速度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快 漂亮啊 刚才刘晓宇那一下 可能还是这个左腿的伤势啊 使它吃不上劲 脚底一滑 完全被黄荣奇给过掉了 听得出来啊 这个 再来看刚才黄荣奇的这一次 穿球 黄荣奇再分 自己上了 四川队球没有交到迪奥谷的手上 还是在围绕着哈达迪打 来了 迪奥谷 三分球 出手就有啊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 所有中途更换 更换球 外援的这个球队当中啊 迪奥谷目前是最称 这个 汉密尔顿啊 北京首钢的球迷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大汉 所以呢 进球之后呢 主场的音乐是好汉哥 刚才场里单打的时候啊 是 索性自己打就好了 漂亮 黄荣奇这球赢着 段江鹏和赵小川两个人的 封盖 哎 又直接传丢了 四打二 三打一 哇 漂亮 漂亮 黄荣奇 这是展现天赋的惊天一扣 黄荣奇批扣的这个慢动作啊 对 刚才多打少的这一下 直接 哇 一个斩负的批扣 非常 黄荣奇的要求 但是没给啊 来了 看黄荣奇打王旭 干拔三分 球进了 黄荣奇开启了个人工模式啊 当队里面几个老大哥不在场上的时候 南北方都要吃春饼 虽然春饼的烹制方式不一样 但是 都是春天的味道 在这里呢 用一场精彩的比赛 送给大家 立春的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